高手在民间飞移学起来 小伙伴 来吧 珊珊 大家南都直播间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南都记者珊珊 今天我跟庆明一起拜师学艺 对 我们来这里拜师学艺了 其实前不久我们才来过惠州 来寻访李嘉全 那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了惠州 这一次我们是来找寻什么样的真功夫呢 这一次我们在惠州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真功夫 它是始创于清朝的乾隆年间 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它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而且是我们中国传统权术的男权之一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墨嘉全的发源地 惠州利林镇活岗村了 我们正在寻找今天的功夫主角 墨嘉全第九代传人 墨玉林师傅的这样的一个路上 对 经理你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穿着墨嘉全T恤的帅哥 不知道他是不是墨师傅 我们走向前去问一下他 好 好 来去打个招呼 好 您好 墨师傅 请问您是我们要找的墨师傅吗 不是 我是墨嘉全弟子 我们墨师傅说 让你们先回答上我们的问题 才能带你们去见他 才算过关 我们墨嘉全不是重腿法吗 你们要是能说出三个腿法的名称 才能算过关 小意思 小意思 我们已经早有准备 来吧来吧 你们先说 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 过门角 第二个呢 穿心角 第三个呢 后斗角 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见他 好吧 好好好 那么可以说 惠州真的是一个武林高手辈出的地方 对 在广东的五大名权中 就有两大权 墨嘉全 李嘉全 都在惠州 那在这儿也要考一考难度直播间的朋友们 广东的五大名权都有哪些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之前我们高手在民间的系列直播已经走访过宏嘉全跟李嘉全了 大家可以下载南方都市报APP在搜索方里面搜索高手在民间 就可以查阅到我们之前走访过的宏嘉全跟李嘉全的相关内容 还有其他的非理项目 小师傅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刚刚我们给网友们抛出的一个问题 它的答案 广东五大名权是什么呢 来揭晓正确答案了 宏流蔡李墨 宏嘉全 李嘉全 蔡嘉全 刘嘉全 莫嘉全 宏流蔡李墨 师傅我们那个师傅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到池塘了 师傅或师傅在里面等你们 好的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已经听到里面有练功的声音了 我们的莫师傅在哪里 莫师傅就在里面 他在里面练练拳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赶紧看一下 好好好 我们看到莫师傅在练拳了 那我们在旁边先静静地关闪一下 动 动 动 莫师傅打完了 好好好 林叔 我有两个朋友说想过来学习一下莫加全 这样啊 对 好啊 没问题 莫师傅你好 我是男兜记者庆林 庆林你好 我是男兜记者子三 三三你好 你好 您先和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莫加全 第九代全员莫玉林 大家好 莫师傅啊 我们来聊一下天吧 那您是从哪个时候开始接触莫加全的呀 其实硬是莫加全 几岁 董事就硬是接触了 但是真正学那时候呢 就七八岁的时候 跟着我博爷 莫锦授 去学那个基本功 一直练练到我 那伯父 那伯爷 过背了 就跟着我那个太叔公莫青太去练基本功 练了很久基本功 到82年 我就跟我另外一个叔公莫饼南练习那个招式 所以呢 练了后来呢 到了80年代 后期就没有什么去接触了 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 大家就去工作 赚钱养家 那是从七八岁就开始练莫加全了 那我斗胆问一下莫师傅 今年是多大年纪 我1965年出生 今年56岁 那师傅还跟我们介绍一下 您最擅长的那个莫加拳的拳法是哪一种 其实我莫加拳呢 跟别的门派的功夫不一样 莫加拳练不是一套一套的练 它是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 最早那时候呢 是练基本功 练那个直马步跟横马步 练好了 因为你达到那个标准 有你的外面叫师傅 我们叫叔叔长辈 因为你可以练那个动作 我们就开始练 一般都要三四年以后 最快的 他走那马步很枯燥的 很难 时间很难过 基本功要扎实 对 因为我们是莫加拳是一个点 到地的 而不是两个点 他的特点是腿把为主 所以呢 那个莫加拳呢 比较难练 那莫师傅啊 接触了 就是大半辈子的一个莫加拳了 已经是非常的武功高强啊 那有没有代表过我们莫加拳 去参加过外面的一些交流的活动呢 武术交流活动 这个就多了 到香港 大中华武术研讨会 上海体育学院的博览会 去展示莫加拳 中国功夫联会在河南 去展示莫加拳 其这些在城市里面呢 就经常的是 中国 那个 武术医护 我是莫加拳的主养 去展示的 还有那个莫加拳 一到六段那个 动作规范的标准 我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莫加拳和广东的另外四大民权相比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和特点呢 优势呢 每个武术都有自己的优势的 只不过我们莫加拳的特点呢 就是以腿瓦做青 比如说 红拳说腰嘛 李家说棍瓦 我莫加就腿瓦 中腿瓦 对 那您刚刚提到啊 说莫加拳中腿法 那您和我们介绍一下 莫加拳一共是有多少种腿法呢 其实莫加拳呢 腿法呢 比较多的 比较有啊 侧心腿呢 我们叫过门脚 我们叫穿心腿的呢 现代的叫直蹬腿 那要不我们直接展示吧 这样更直观 对 我跟玲玲也学一下 好啊 那你站这边好吗 好好好 可以可以 那先请莫师傅来和我们展示一下 待会我们再学一下 展示莫加比较出名的三个腿法 就莫加三腿 第一个是直蹿 侧蹿 第二个呢 是后蹬 第三个是穿心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慢慢的 做一个 我介绍一个 好不好 好好好 第一个是折蹿腿 收 我们先慢了 这个手脚稍微来 踹出去 就要侧蹿 如果真的打那时候 这个是撤蹿 那这个腿法它的攻击性在哪里呢 攻击性是这个脚后跟 它不是整个脚掌的用力 它是勾进来 这样打出去 所以呢 它不同了 它不是一个面 它是打一个点 包括后跟 包括串心都是 我跟这后面呢 是做一个后蹬 这个叫后蹬 转身 由后面出来 叫后蹬 跟这后面 这个是穿心 这个叫穿心腰 像这些拳法 他们有没有说 要应用在特定的 一些场景里面呢 可以 其实武术呢 不是有没有特定 根据呢 当时的情况而定的 你不是撤出来 就马上撤出来 你撤出来不到了 穿心脚还是一样 肯定是有一个 先行的过程 穿心脚是迎击的 穿心脚是迎击的 后蹬呢 是出其不意的 哦 撤出来是跑动过程中出脚的 哦 跑动过程中 对 好像 我介绍 那你站这里 我说给你听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对垒 对垒的过程中 你进攻我 如果你比我大个的 力量比我足的 我肯定走的 我的车胎呢 怎么打呢 可以打下面 也可以打你的肋骨 也可以打你的脚 他一走 这样的脚就到这里 哦 他不是正摔 明白吗 我已经感受到 为什么脚底生风了 这样进 那个脚就会断了 所以呢 其实练武术 在练的过程中 他只不过练一种 习惯跟力量 嗯 在运用的过程中呢 就要靠你 那个人去灵活运用 嗯 啊 春心脚呢 不是说 站在一只灯 人家一线就没了 他你跑过来 他跑过去 是撞 撞击迎击的时间 哦 是有一个跑动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嗯 啊 所以呢 每个动作的运用 嗯 啊 你练 会练 也要为用 嗯 我学活用 嗯 比如说我们很多那些什么 连脚啊 连脚啊 一般 呃 现在你的电视上啊 小都小看 比如说我们连脚是 接着 接着 连脚 对 就是一个连着的过程吗 对 可以这样理解 勾踢的意思 哦 现在勾踢是这样勾踢 但我们上的时候不会踢 嗯 是勾把他的脚后跟勾起来一下而已 勾起来一下 是啊 那你站好 我说勾给你看啊 你站这里 他勾踢呢 不是这样去踢 嗯 而且是这样勾 哦 这样 哇塞 这个师傅 可能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师傅这个动作好像很轻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我都没有注意到 师傅哗了一下就把我的脚给踹走了 而且师傅真的好像没有用力 可以看到这个莫家拳的一个腿法的功力 嗯 那我知道啊 莫家拳还有一个鬼脚也很出力 那想说鬼脚了 我打给你们看 墙壁打给你们看 好 那现在鬼脚呢 是这样 踢空挂汗了 嗯 哇 这个墙壁都在震动 不知道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腿法的厉害 这个叫做鬼脚 那刚刚刚这个鬼脚的话 它也是用后脚跟发力的吗 对 但是它怎么打 怎么运用 我说给你们听啊 比较两个对垒 我们两个对垒 啊 又来对垒 啊 对垒的时候呢 我踢 你不要怕 好好好 我不怕 这样去 嗯 你拳 你够不着了 你心指手 连带这个器械 好 看一下 够不得着吗 你够不着 我已经把你脚踢断了 已经踢断了 哈哈哈 哇塞 所以你说鬼脚就是这样来的 嗯 就出其不意 两个站对了 已经去了 好像跟它墙壁一样 就两个站在那里 对 莫师傅啊 看到刚刚这个速度那么快的鬼脚啊 我就想起了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 佛山的一个无垠角是不是 跟那个墨家泉是有关系的呀 没关系 没关系 那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是谣言 谣言了 之前网上还说 佛山的这个无垠角是从 这个墨家泉这里传出去 佛山那无垠角是 电视那个无垠角呢 根本现代 包括以前将来 都无可能做到的 它凌空踹几十脚 怎么可能 这个违反了那个 正确的理论呢 就是一个电影的艺术手段 对 那在这呢 还要问一个 就是 我们近几年都比较热门的一个电影 就是唐人街探案里面有提到 就是王宝强饰演的那个角色 在里面就 他找了师傅 对 他的师傅 就是说是墨家泉的那个一个师傅 那 就是他在里面 表演的那一段全数 称得上是真正的墨家泉吗 嗯 不沾边 不沾边 对 不沾边 真的是完全超乎我们之前的预料 对对 不沾边的 大解密 嗯 那 莫师傅 就是 您刚刚的这些腿法当中 有没有哪些是 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来练习的呢 其实说句老实话 错学者的功夫呢 就是这个我们叫 哎呦 哎呦 忙一些鞋带啊 嗯 好 那么今天呢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墨家泉的功力 同时呢 我和三三也借这个机会来向大师来学习这个技艺 所以我们打算向墨师傅来学习现学现PK 那么我们俩谁表现的好呢 墨师傅就给我们盖上一个红印章 最后谁集的红印章最多呢 我们就将得到 今日最佳飞移学徒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墨师傅 那其实呢 看看哪个教教我们 墨家泉的腿法呢 其实你们最简单学一个就是 挫 弹 两个动作 挫 弹 要 挫脚呢 就是用这个地方去挫 挫这里 静 弹呢 就弹小腹 小腹呢 怎么弹呢 这个脚如果这样站 弹出去是没力的 有摆的 这个脚要这样站 弹出去才站得稳 要稍微有点斜度 对 才站得稳 这个脚尖是要把它挺 把它绷紧 绷紧 就像那种舞蹈里面 那些练芭蕾 要把脚尖绷紧 弹的时候一定要绷紧 如果不是受伤在这个角 大家有没有发现莫师傅的腿抬得很高 这样提 弹 我来说一下我的切身感受吧 就是我在单脚 我单脚都有点站不太稳 然后还要做这样一个 一个动作 确实 刚刚莫师傅 要练三四年的基本功才能够提出这样 莫师傅来慢动作的教一下我们 踏横 收 弹 收 弹 一弹就要收回来了 如果不是我们习惯了一弹就收 如果不是弹不到了给拉到久就会断 是吧 已经感受到了感感受到这个大腿内侧有拉 有点拉伤的感觉 是吧 还有几个呢 第二个呢 就错了 这个错呢 是错那个 筋骨的位置 嗯 我 拿个道具来错给你们看 它是错的时候 是这样错 啊 这样错 不是这样弹 嗯 因为筋骨是圆的 你这样错 它会走偏了 错不到的 嗯 所以错那时候 是这样错 哦 是这个 脚尖是错的吗 脚底 哦 脚底啊 您再示范一下 这样 那这个脚底都没有碰到墙呀 那你看这 碰 碰的 没有看到脚底碰到墙呀 因为你 你不会嘛 哦 所以 那这个脚 你踩在这里 嗯 捏下去 捏成这样 捏成这样 啊 就是靠这个捏的捏 捏到墙那段 一弯去 攻击的 那看一下 嗯 哎呦 不要跌太远 要近 有近 哦 要近 天呐 我觉得我的脚要折了 这个脚抬起来 这样揣一下 你要 你要再走啊 走 啊 这样 走 啊 只能学一个样子 真的太难了 嗯 来莫师傅 啊 最后您再教一遍 我和珊珊直接PK了 好 那两个人对垒的时候 你们两个PK的时候 我们就学那个弹腿 弹腿的腿法 看我们两个做 哪一个做得更好 好的 好的 嗯 好 你先来 珊珊先来 好 呃 先侧脚 嗯 然后收 嗯 然后再踢 再收回来 嗯 好 完了 我觉得我肯定没有 珊珊做得好 好 这样斜着出来 嗯 然后这样 嗯 然后脚崩直 踢回来 哈哈哈哈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步骤 你们再学一次 好 把腹部收起来 收起来 收起来踢 再做一遍看看 嘿 收 好啊 收起来 收腹 收腹 就是最近吃的比较多啊 不好意思 这个师傅叫我收腹 收了 已经尽力在收了啊 其实珊珊做出来的比心理好一点 我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先卖布 然后这个收 这样子 你做的好一点 对对 你做好一点 来来来 来 小红花 小红花 第一个小红花 是属于我的 小红印章 盖一个红印章 好 刚刚我们学了那个腿法 墨家拳的腿法 那么其实墨家拳的拳法也是很有讲究的 那墨师傅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墨家拳的拳法吗 其实墨家拳的拳法 好像我们练基本功就有了 跟那个行翼的奔拳比较相似 但布瓦我们是根部 它们是奔不一样 差一点点 比如说墨家拳 练拳就有最早开始 它练基本功的时候 收拳 走一步 打一拳 用身体 在身体的运动过程中 腰部 一起用力 这样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您现在打的这个拳叫什么名字呢 叫冲拳 冲拳 对 这个叫冲拳 冲出去的气势 冲出去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叫批 批拳 还有这个叫批 只是我们群化比较少 多那些 桥啊 批桥 工桥 围桥 您在这儿再和我们的南都直播间的朋友解释一下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桥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南方呢 桥 南方人叫这个前臂叫桥手 这前边一段叫桥手 所以我们就批下去叫批桥 公桥 围桥 所以这里呢叫桥 南方武术来说呢 就是这一段叫桥 就是从这个小臂 小臂的这上半部分 不是 整部 整个全臂叫桥 这一部分都叫桥 是啊 这个叫拳 深开叫掌 这里叫走 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莫师傅一直提到的桥 其实就是从我这个手肘这儿 一直到这里 叫桥 这一部分就叫桥 大家不要再听不懂了 还有一个莫家权的拳法 叫散手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解释呢就难解释 展示给你们看好不好 好好好 有请我们莫师傅展示散手 哇塞 你有没有感觉到 一个地洞晒到的感觉 不知道直播间面前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啊 就是莫师傅每一次的踢脚跟落脚都会燃起我们寺庙 那个池塘里面的城 地面有一场龟 林林林我今天真的是第一次在现场见识到什么叫做拳风跟腿风 就是真的踢起来跟打起来是有风在旁边的 对对 很幸福 嗯 莫家权打 莫家权非常辛苦 嗯 好我们呃 拳法跟脚法我们都学习了 不知道 莫家权会不会配合一些器械 嗯 来我们去看一下 好那我们去外面看一下这个 这个器械这个我来之前有做过功课 我知道这个叫松头棍是不是师傅 对 这个这个就是其他像李家权啊 洪权他们也会有这个棍 对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呃 每个棍瓦大同小异 嗯 自古有一句话叫权有路棍无根 嗯 大家的相差不大多的 哦 其实相差不大 但是在具体的舞的过程中就不一样了 对 不法不一样 嗯 那使用这个拳法的话 它比较适合在哪种情况下 用这种工具来进行一个攻击呢 那轰炕的地方 轰炕的地方 啊 这是一种远 长边境 比较远一点的那种距离来攻击的一种方式 对 啊 那掌握这个松头棍 它有怎么样的一些诀窍呢 啊 手要活 嗯 手要灵活 对 嗯 如果那后手不灵活 松头棍伍不好 嗯 最重要后手 后手是指 比如说拿棍子 嗯 就叫后手 哦 如果你拿棍子是死棍 是这样披下去 就是这这这部分就是后手是吗 对哦 棍子呢 是滑动过程中 嗯 不是这样披下去 嗯 它是这样抽抽棍的 嗯 这个后手很重要 嗯 比如说我们拿的棍子一打 一抽 这个棍子 嗯 不活 嗯 嗯 不行了 嗯 就是这个棍法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手法灵活 而且这个后手一定要讲究要控制好 对 那百文不如一件 我们直接让一位师傅来上手试一试 这样叫我那个我们叫弟兄兄弟啊 外面叫师弟啊叫墨宿船 哦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来 来请您展示一下 好 好 哎 哎 刚才准备的这些 好 哦 我跟他外头 嗯 你就打了 你就喊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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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场 师傅您好 先和我们南渡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再见 你好 嗯 我是 哎 啊 师傅先喘口气 嗯 师傅 您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墨宿船 啊 墨宿船 您今年多少岁啊 哎 55了 55了 那您平时 练这个墨家拳的时候多吗 哎 以前比较常练现在 要上班比较小 哦 现在还要上班是吧 哦 那现在大概多久练一次呢 现在 久不久就上班 啊 就抢公司里面玩一下 哦 就有时候会来这里和 和墨师傅一起练一练 嗯 对 嗯 那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是 气体的就 就安保 谢谢师傅 您先休息休息 啊 好 您可以先休息休息 来 三三还有墨师傅可以上场啦 好 我们也请墨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一些器械好不好 嗯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形状 这个叫我们南方 兔德的一种兵器叫 爬 爬 啊 这个是松头棍 这个是 呃 大刀 啊 这个叫巴掌刀 这个呢叫停牌 停牌 哦 藤牌 对 藤牌 之前有和师傅请教过这个叫藤牌 对 这个藤是树藤的藤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用藤编织的 对对对 这个相当于是以前的那种盾牌 盾牌 就是就是来抵挡别人的那个攻击 那个攻击的 对 我我刚开始看还有一点像那种就是头上戴的一个帽子 哦 对对对 嗯 是这个叫停牌 这个停牌的几十年了也四十年 还有旁边的这一个叫做 巴掌刀 因为我们用这个刀呢 我们目前呢用这个 呃 这个停牌呢是这样 嗯 这样这样用 哇 配合使用的 对 配合使用 哦 所以呢 这个叫停牌这个巴掌刀 我们也有巴掌刀 嗯 也有也有练 但是呃 今天呢 给大家练两样 太热了 嗯 这个就这样用的 嗯 好 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两个武器 对对 嗯 好 然后有个红布的刚刚介绍的叫做大刀 哦对 嗯 嗯 我们墨加全的基本的呃兵器就有五类 哎 嗯 一二三四五五类 哎 那个大爬我好像没有看过呃其他的有展示过 可不可以请莫师傅为我们表演一下 可以吧 好好好 好 好请莫师傅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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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最后一个定点的一个动作 帅呆了 还把这个爬挖的一下拿在手里 我要感受一下这个爬是 哇还是挺重的 听起来 这个大概有多重呢 不太很重 重的那个我们打不了了 就是练武之人才觉得不重 那现在呢 我们已经刚刚学习过这些 我们的墨家犬呢 使用的一些器械啊 那么我和林林呢 又要有一个小PK了 那么刚刚师傅介绍的这些器械当中啊 等一下师傅呢 就随机的选兵器 就选三个兵器吧 三个兵器 我们看我和林林谁能答出来 谁先抢答出来 是什么东西 我这一把一定要争取得到一个小红印章 好好好 来来来 来莫师傅 师傅快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爬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钟头 这个叫什么 巴掌刀 巴掌刀 也叫蝴蝶刀 是不是 这个叫什么 钟头棍 我终于赢了一把了 好吧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记忆一把 先让你一把 记忆力好一点 好 我们现在呢这个兵器也学了 腿法也学了 拳法也学了 那么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啊 寻访这个墨家拳啊 我们一定要到他们的拳馆里去 一旦就进 嗯 好吧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 好的 里面请 这里就是我们墨家拳武术馆啊 也叫拳馆 那这个墨家拳修建立的呢 这个拳馆呢 以前是一个堆孤道孤的场所来的 后来呢拐成一个武术馆 拳馆大概有多久的历史啊 82年开始做武馆到现在了 已经有将近四十年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听到里面有些练功的声音啊 对 这有几个学生在家有练墨家拳的基本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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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正在展示的就是墨家拳的一些基本功 对吧 对 这个墨家拳的纸马步哦 纸马步 是啊 那这些朋友他们练了大概有多久了 哦 十多堂课 哦 十多堂课 嗯 我们跟小朋友们聊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请小朋友们先休息一下 好 来来来站到我们旁边 来来来站到我们中间 来来来我们对着这边的镜头 来来来 哎 你面前了 小朋友们来和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呃 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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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叫正海哲 啊 几年级了 五年级 啊 我叫罗浩松 五年级 大家好 我叫罗金桃我今年六年级 哦 六年级了 六年级的小朋友 对 那 你们已经学习这个墨家拳已经学了多久了呢 学了十几堂课 十几堂课 嗯 刚刚听莫师傅说就是你的表现特别的好 他说你特别有天分才练了几节课然后你们就已经打得非常好了啊 那你们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来学这个墨家拳呢 嗯 我很喜欢墨家拳 我们对我们有兴趣 啊 就是自己有一个兴趣 然后就呃就跟着莫师傅来学习这个拳术 嗯 对 嗯 那未来会继续学下去吗 会 会 嗯 好好好 谢谢小朋友们非常的可爱 哎 也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然后呢 在这个呃墨家拳的学习这一方面越来越好 好 那几位小朋友先下场休息一会儿 嗯 刚刚听莫师傅介绍到啊 刚刚三位小朋友的那个 呃 刚刚三位小朋友练的是咱们墨家拳的基本功 那么可不可以请墨师傅也教一下我跟林林 墨家拳的基本功有哪些呢 哦 墨家拳的基本功呢 有呃 呃 紫马步 嗯 橫马步 踢单字组 呃 嗯 刚才他们练的最原始的呃 那基本功叫呃 握拳 握拳 松拳 摆于腰间 这样子 前眼前心向上 对 前心向上 微蹲 微蹲 右脚向前脉步 右脚 出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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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右脚向前脉步 出左拳 出右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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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右脚向前脉步 前脚向前脉步 前脚先走 后拳跟转 你看一下哦 走一步拉过来 走一步拉过来 哦哦是这样哦 对对 就不用换脚的是吧 对 就跟步 这个哦 我觉得我今天来 再来 再推 形成对比的哦 哈哈哈 松手向前摆望 转心向下 握拳 松拳 摆于腰间 微蹲 微蹲 右脚向前脉步 出右拳 啊 右脚向前脉步 出左拳 哎呦 我真的跟不上 哈哈哈 右脚向前脉步 出右拳 啊 后脚不要先动啊 右脚向前脉步 出左拳 出左拳 对 在转动的过程中 就一直跟步 出拳 嗯 啊 好 好 那我跟林林 就分别先做一下 刚刚学的动作 这一开始吧 我觉得我肯定输了 哈哈哈 我叫口号你们做好不好 好好好 太难了 好 我们我们 我们可以同时做 那网友们也好 不要笑话我 我真的是尽力了 做谁做的好啊 好 啊 松手向前摆望 哎 过拳 过拳 松拳 摆于腰间 微蹲 微蹲 右脚向前脉步 出右拳 右脚向前脉步 出左拳 哈哈 哎这样 哎对对 向前脉步 出右拳 哈哈哈 右脚向前脉步 出左拳 嘿嘿嘿 好 哎 这次呢 说这老实话 是你做的比较好 哇 真的吗 出了我的意料 我刚刚有点同手同脚 我跟不上 没想到 好 谢谢师傅的认识 这一回合PK呢 又是敬您得到了 我们的那个莫师傅的表扬了 是啊 你做的比较好一点 哇 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刚刚真的同手同脚 练这个脚呢 练这个不完呢 它会上步的 嗯 因为这个是根部 啊 不上步的 永远不上步 上步是什么意思 那如果很多人是这样 你拉回来 一 二 三 这叫上步 嗯 我们这个就根部了 就 一 二 嗯 三 嗯 四 这个就根部 嗯 就是左腿 啊 那个 嗯 对对对 嗯 刚刚我们 刚刚做的那个基本功啊 有一个扎马步的那个 那个动作 那听说啊 据说我们练习莫家拳的这个 马步啊 是需要绑的那个 时机三十公斤重的 对 练习的 是不是这样 以前是这样 现在已经 嗯 年轻人不会再做那种事情 嗯 嗯 那您以前有没有 我都没没没绑过 哦 没绑过 没绑过 哦 那是很很久远的事情 对对很久远的事情 嗯 那有没有一些练功的心酸呢 基本功的可以分享给我们 其他想要学莫家拳的那个 朋友们 练莫家拳呢 最主要是基本功 嗯 其实我们 以前呢 很多老师傅 不教权呢 不教步的 嗯 但是我们卫家拳 是先教步 也后才教权 不会教步呢 永远不教权 嗯 嗯 所以呢 练基本功就很多人已经淘汰了 嗯 嗯 练这基本功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练基本功啊 真的没学穿啊 在地下磨磨磨 磨到那个脚啊 都除了那个淤血在那个脚底下 就是刚刚这样 对 前后移动了这样一个 对 真的很刻苦练虎术 嗯 是吧 年轻的时候学的没钱买啊 嗯 很穷 哦 啊 对 那刚刚其实我自己在体会的过程中 网友可能看那个招式很简单就左一步 又一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 其实三三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很难协调这个手脚 对对对 那在这呢也想和网友们再分享莫师傅的一个小秘密 莫师傅啊其实他不仅教莫家全他还是一位很潮的视频博主 我再来之前呢就关注了莫师傅他的抖音号 三三你猜莫师傅他的抖音上主要都分享一些什么内容 我想应该是教大家一些莫家全的基本的招式吧 哎还不全对啊 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猜一猜 我来提示一下哈 这个莫师傅他的主页上有一句话说 关注莫师傅安全莫操心 重点在后半句你猜一猜 安全说到安全的话那应该是保护自己的东西 防身术对对对说对了 那今天呢我们刚好是两个女生来这里呢 也刚好向莫师傅来学一学这个防身术 对我们最实用的事情 对对对对 那我们首先来设想一个场景 像我们女生我头发就是头发都比较长嘛 就要是遇到有坏人她揪住我的头发 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逃就逃脱呢 来我就饰演这个歹徒 来我来教一下若少的女子 如果她这样抓住你的头发了 我就抓住玲玲头发了 那你就一定要固定她的手 比如说你的手呢一定要搭住她的手 搭住她的手 抓住她的手 不能够这样 抓住她的手腕 转身攻击她的下巴或者什么 那你比如说你抓住我的头发 我抓住你的头发 对 你在这个手右手 啊哎哎哎 转身扎我 你抓住 你看着 抓紧 嗯 抓紧 一抓你要这个手 抓住她的手 然后用身体像啥 这样用这个手攻击她的下巴 哦 用这个轴去攻击吗 对 因为她如果你不不顾住她的手呢 她拉你会丢掉 嗯 对不对 我拉你了 好 抓住 你拉我来 你拉我来 所以你一定要抓紧 师傅眼的好针 对不对 对 你拉你就走了 对 所以你也抓紧我的手固定好 以后上 用这个手 好 我来根据师傅教我的我来试一下 我要先抓住你这个 然后我要转过来 不是要上步 这个脚走到这里来 走到这里来 对 这样才更记得了 我要先转身 我先 好 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师傅刚刚讲我的 对 我先用手抓住师傅的这个手腕 是 然后我要一个转身 然后用这个来 来打师傅的这个下巴 下巴 我来再来完整的示范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好 师傅 拉住我的头发 上步 好 我现在转过来 对对对对 要记得要 拉住这个 抓住他的手 对对 抓住他的手腕 然后上步 对 这样就可以打到喉咙 好好好 其实这个动作幅度也没有很大 就可以击中对方的那个要害 这个呢 不是靠你们女生的力量 不中了 嗯 靠这个身体转动的过程中去挖力 你以为吧 靠身体的力量去攻击 不是用手 手的攻击力量是不够的 嗯 因为你们是女生 嗯 是吧 他靠这个身体转动的过程中 哦 转动的过程中也有一股发力 对 嗯 那第二种情形啊 就比如说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街上 然后突然后面有个人捂住了我的嘴巴 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又发不出声音 我该怎么跟他搏击呢 你看怎么胡啊 就是他从后面这样就捂住我的嘴 来 好 我来先来演一下 我来演这个凶狠的歹徒 呀 这样是最简单的 你你这个脚 脚 用那个脚攻击他的气门 啊 这里叫气门 下面 气门 对 就是用这个后肘 这个 这个 对 那你抓住你 你抓住我 以上你抓住我 好 抓住你一领光 啊 好 这个手就是 转转 哦 都是旋转的工作 对 不能这样做是没力的 哦 要旋转 所以有这 要整个身体来带动这个力 两个手抱住 嗯 他抓住你的嘴巴 嗯 然后你抓住这个手 嗯 用手用身体 这样一转身 所以是一个转 硬 去攻击 嗯 对不对 攻击他 来我 好 三三来给网友试一下 然后 莫师傅来看一下 好 我是凶狠的歹徒 不要 不要出声 然后我再做 转 这个这个手肘一定要转过去 对 转 我都有点 我怎么觉得我这个时候好像有点 功力 我都怕我力气太大会伤到他 哈哈哈哈 有一层功力 已经有莫师傅一层功力 对对对 要这样 哎 这个 转 哈哈 好 两个技能 转过去了 嗯 这个是你的是 哦 这里还要抱拳是吧 有点 抱住的拳 一样 顶过去 哦 顶过去啊 你看这 这个脚也要另 嗯 这样 你才转得到 如果你这样是转不动的 嗯 这个脚一力 嗯 对要注意 嗯 另外一只脚要要 要这样 要跟地面有一个摩擦 然后转圈的这个 对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 有一股冲劲 就会把这个力量变得更大 对 那第三种场景啊 比如说 嗯 也是在晚上 然后 有一个人突然来搭住我的肩膀 让我不能动了 好 来 下下来 试一试 哈哈哈哈 小姐一个人吗 哦 我教你啊 如果他抓住你 很简单 你炸了 哦 我炸住你上 啊 太好了 嗯 炸住肩膀 这个手搭着 上一步 椰 哇 哇 会断的 如果靠这里去椰 不是去拖啊 拖是不够力的 是啊 如果男生 炸你 你炸男生是炸不够力的 嗯 是吧 应该一下就坐下去了 嗯 所以用这个轴 顶着他 其实主要都是用这个轴步来发力 是啊 用轴步顶着 你女生短的地方这个就好用力 用身体顶着他 嗯 他 他往那边走啊 你走啊 如果男生往那边走 你也跟着他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师傅你再试一下 我 我感觉我还没有完全看清楚 是这样的 我带着 啊 上转身 这样就也做 哦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够力把它拎一下 哇 更长 真的就是手不能动了 是啊 啊 来 翻翻的 再试一下 好 你抓住我的肩膀 看你能不能把我转开 对 你你 他 他要你抓住 好 哎呦 我的手就已经被固定住了 对 要固定 那要是我这个时候再给你一拳了 你已经给不了 这只手是空的 可以 可以 控什么 会断了 你知道吗 哦 因为这个手已经 你已经顾不上环手了 刮 这样就断了 嗯 对 会断了 哦 你已经顾 我来试 来来来来 解一下 好好 师傅教我的 嗯 我感觉这个好像有点难 美女 嗯 你一月人子啊 走路啊 哎 我是这只手 这只手吗 嗯 这只手 对 这个是搭的 这个手 然后我转 这个为脚 哦 我从 从这边转 这边转 对 上 哎 但是我的手 手手 没没办法放它 我看着啊 看着 看着我怎么 好好好 搭的 嗯搭的 啊 这个手固定好 这个手 另 哦 另外一只手的那个 反过来 轴来打它 腿要反过来 看着啊 看着啊 如果我们 未公公的 就 你们未公公就这样走 嗯 如果我们未公公就这样 啊 哈哈 嗯 瞬间就被掰倒了 哈哈哈 来来来 最后再试一次了 再试一下 嗯 然后安全回家 就靠对照了啊 好 好 看一下 我需要这只手 每年一个人走一样路啊 我这只手放在这里 好 一个脚 转过 这边转过来 哦 不转 对 哈哈哈 不是 刚才我叫你 姓林 没办法了 哈哈哈 我尽力了 稍微难一点 我就觉得 这个手去扎 嗯 这个手扎住啊 嗯 那个脚走过前面了 这样 哦 我我我被师傅点通了 我明白了 我再来试一遍 好 师傅先帮我拿着一下 我要来完整的展示一遍 固定他的 对 就是我的右脚先固定 然后 转身 转身 哦 哦 哇 真的有扭到 真的有扭到 但杉杉这个反应 我觉得我是成功的 你不是押 是往上抵 哦 在往上抵 嗯 但是他已经把我的手指给 啊 这样 哦 你是 你是 太高了 太高了 放在这 放下面 哦 这样 用这里来 用这里 啊 顶上 往上抵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哦 这样 哦 我觉得 在这 要把 是啊 要把 山上的这个 这个关节 把 然后往上一顶 然后这个攻击心更大 是不是 对 我就不折磨珊珊了 看到痛苦的表情 刚刚 敬您这么 四两拨千斤 已经把我的手给 要弄蛇的感觉 说明啊 这个磨虾拳 还是很有技巧的 用一点点身体的力呢 就可以把对方的制衡着啊 嗯 那还有一个 我们在呃 那个电视节目里面啊 经常会看到 有一些呃 人会 壁咚对方 对 如果发现这个人 我不太喜欢 对 长得又不帅 又不帅 又有点猥琐 不想要他壁咚 那突然之间 遇到这种奇怪的人 我们要怎么办呢 来来来 我们找一面墙 来来来来 我们来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那里 呃 来来来 好 好 来 三三 我就是这个你不喜欢的人 然后我来毕东尼 哎呀 是这样是吧 这人有点猥琐呀 不想起来 很简单的 啊 其实很简单 嗯 嗯 你 你这样 他 他如果一个手呢 没更好 嗯 嗯 所以刚才我教你那个动作 就一下就把他托起来了 哦 就是用这个手 托住 这个手挂筷 这个手用掌 不是这里 挂筷 哦 哦 不是他我哦 哦 你在这 对 哇 那我要是两个手呢 是吗 两个手 两个手呢 啊 他很猥琐 我说给你听啊 这个手 这个手 顶着 顶着 这里顶 嗯 啊 这里捏 抱着他 这个往下捏 那个往上顶 哦 一上一下 顶呀 哇 真的有攻击 这个 对 就是一上一下 这是手 这是手 把我的手往上托 这些手把我的手往下扬 对对对 现在就就走开了 哦 我们一下就学了 四个 四 四种 很简单的 很危险的场景下拖身的方法 对 嗯 虽然我是那个 那个啊 适合你 抓住你的两个节目吧 更好用 嗯 就是一个往上盘 一个往上托 整个人会说的话 会摔跤 嗯嗯 好 那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你们有学会刚刚莫师傅教的我们 这几点的防身术吗 啊 可以在评论区 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起来 如果大家想学更多的防身术的话 也可以来这里直接向莫师傅请教 嗯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全馆哈 呃 我一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注意到就是 您的这个拳管里有一个器械 我之前在呃 像李嘉全啊 洪嘉全他们的那些拳管里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就是前面的这一个 哦 就有点像一个竹竿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叫单肢竹 来练那个 嗯 腿 腿部的攻击的 嗯 啊 那个 准确跟那个力量 嗯 那这个其实它就是一个竹子吗 对 啊 一个竹子 呃 因为它是一个点的 圆的面 嗯 我们打击啊 是打击一个点 所以呢 如果一个平面呢 打击没没意义了 所以我们打一个圆面 一个圆面呢 就打一点 如果打不中呢 就不会骗了 比如说我们一脚 踢不中的时候 传过去 哦 会滑 是啊 所以呢 我们下来 比如说我们穿心脚怎么打呢 今天那个呃 侧腿啊 我们一把 看了不用看了 嗯 不看 嗯 这样 哇 哇 那那师傅就是你打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这个竹 它有在晃动 有一个声音 它里面是装的什么 啊 以前是铜钱了 嗯 现在的就用这个 有没有币忘进去了 哦 现在放的是硬币 对 以前放铜钱了 哦 那放这个硬币进去 然后起到这样一种响声 它有什么作用吗 其实我们以前标准的练好了 打这个东西 以后不用再打的 呃 标准了 就是把那个铜钱打的飞出来 哦 飞出来的 对 就那个人已经 就功力很 构力已经够了 哦 这也不用怎么练 嗯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刚刚您说这个呃 单只竹 它是一个圆面的形状 其实它是不是模拟像人 它的手也是圆滚滚的 呃 手脚啊 跟身体的躯关啊 度比较 柱子大 嗯 因为我们攻击的时候 习惯了攻击那小的点 都可以中 哦 那个大的看不用看就中 就是平时用一种高难度的要求来 呃 对自己进行一个要求 对哦 哦 那就是像这个如果是一种错误的打法 它这个打出来的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呃 这样 这样打会不会很痛啊 这是怎么打的 你没习惯第一次给人动我们打 习惯了 嗯 那练这个单只竹主要是为了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功效呢 呃 第一 桥够硬 嗯 第二 准确度 第三 力量 嗯 就是桥 就是练的就是小臂这一块就是师傅说的桥主要是练习就是小手臂这一块的力量 呃 跟硬度 硬度 对 矿击打的能力 哦 要练习一种抗击打的能力 练的多了 就是 对 是不是痛的麻木了 对 嗯 好 那 我之前呢也有看到您的一个视频就是您打大沙包的一个视频 打的应该就是这个了 当时我看到就是一个晃动的幅度非常大的一个大沙包 这个沙包呢 您一拳打过去这个沙包就停了 可以再给我们现场还原一下吗 可以 以前我们村庄呢不是那么小的 是100公斤的 但现在呢这也没人用那么大的沙包 嗯 因为太大的沙包都冲过来如果不够力气呢会撞双自己的 嗯 啊 现在人不是职业的是业余的 所以一般用这个小沙袋 那我试一下 嗯 好好好 请你站好一点 好 师傅让我站远一点这是一个危险动作 大家请勿模仿 看现在这个沙包它的浮动 现在已经定了 来 师傅要发大招了 不是大招是基本功 基本功 是小小意思不是大招 对于师傅来说 师傅练这些 呃 打量啊 和速度啊 哦 打大招包主要是练一个胆量还有速度 是啊 我也想来小小的尝试一下 像这种 他晃动很大 有有有有 哇哈哈哈哈 你看我我去打一下这个 他根本就不会直接静止 他还是会继续晃动 他如果你的力气会震动到这里就不舒服的 哦 会打打到头吗 不是他震动啊 哦 把区块震动到后脑了 所以一般人不要曲变下链 嗯 功底不够 真的不要练 嗯 他会会震动到这个后脑都会震动的麻木的 听说您现在就是打大沙包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没有再传给 呃 您的弟子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吗 是啊 他会震动的 会影响这个大脑 嗯 一般年轻不够力气 一般不要练 嗯 所以在这里 练功夫时间不长是不能练的 嗯 我们以前呃呃 前辈练 起码要练五六年功夫才可以练沙带 嗯 所以现在一般小孩子不给他们练 嗯 所以也提醒难度直播间想要自己练墨家权或者是练武术的同学 啊 朋友啊 就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沙包这种就是对身体伤害会有点危险的 是为他撞过来吧 嗯 所以要一定自己因为自己的力量能够转碰到这个沙包才可以练 嗯 如果自己掌控不到的不要练因为撞过来你就撞到心脏啊 嗯 撞撞骨头撞断了都不会 所以要注意 大神的内心的OS就是你不要不自量力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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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是这样说哈哈哈 对 对大家要注意自己 对 安全 注意安全 对 嗯 那莫师傅啊 呃 您现在的话主要是从事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呃 那在此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以前我在那个外企里面做那些呃模型啊做呃香港的一个企业嗯做那模型的是什么模型呢啊竞技模型竞技模型对好像那个呃在比赛那些呃船子啊车啊啊那种哦是一些车当时您就是在在就是在公司里面主要是负责这一板块的 我负责那个住宿那个呃行业呃那个板块我负责一个部门就是技术的住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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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部门做经理嗯那当时您是有自己的一份工作那当时是怎么来兼顾到墨加权的这个呢呃当时呢我们这里呃礼拜五跟礼拜六学生回来我就教那个学生晚上学墨加权 哦由12年一直到这两年那个小孩大了出去做工啊或者去读书了也跑远了现在学的人越来越少嗯现在只能够在学校里面去推广嗯那目前这个墨加权嗯就是在惠州的推广情况是怎样的呢很不乐观嗯很不乐观对因为传统武术呢呃 确实在书 уч的基本工啊那些时间比较长嗯所以呢现在很少小孩耐的那个吃的了那个苦嗯嗯啊传统武术呢练习时间很长然后又比较刻苦对所以说现在很很少有人能够坚持下来对嗯嗯那练习到现在的话 村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人在学这个墨家泉 两三十个 哦二三十个 对 这里还是比较集中的 对 因为这个是街传的武学 所以一般的小孩子都会练一练 但是现在呢 今天为什么见不到呢 很多出去读书啊 上班去了 那刚刚您提到说 就是这个墨家泉 目前它的推广不是很乐观 那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吗 希望政府呢 帮我们把墨家泉 推广到校园里面去 最后您就是对于墨家泉 未来的一个传承 有什么打算吗 我全力去推广 推进校园 现在我在做这个工作 去做 往往面面去走 走往 去联络 去推广 进校园 主要的还是进校园 非常感谢墨师傅今天的一个分享 那最后我和三三的 这个PK也要有一个终结了 今天我们是比了三场 你赢了两场 那今天是我的冠军 给自己点个大 恭喜林林成为我们今天的 最佳传传学徒 好 那谢谢墨师傅了 不用不用 那更多对墨家泉感兴趣的朋友呢 也欢迎来到惠州 来跟墨师傅一起学习墨家泉 学习防身术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 谢谢 拜拜 拜拜